特區政府以價高者得的暗標方式 泡賣快子機兩幅土地 有建築商預料將會推高該區的樓價 亦有發展商預料 今年本澳整體樓價會上升一至兩成 李麗尚報導 建築置業商會理事長劉永成說 這兩塊土地位於澳門半島沒端 而且三年環海屬於優質地段 雖然交通較為不方便 但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 今次泡賣不排除會推高該區的樓價 因為始終這一區來說 樓價基本上已經推高了 再加上近期大家都知道 整個澳門的房地產市道都這麼濕熱的話 亦都不排除有一些來自外地的資金 是聯同我們本地的發展商去落標的 這些亦都很可能令到氣氛更加好 本地發展商廖澤雲也有參與投標 他說今次並不是志在必得 他保守估計兩塊土地竟投成交價 必定超出抵價三倍或以上 又說如果市道好 建成之後能夠賣三千元一呎 他說不同意09年樓價見頂的說法 又預測今年本澳整體樓價可能上升一到兩成 主要是基於通貨膨脹 市民加薪和低利率等的因素 雖然市道暢旺 但他呼籲要注意買賣樓宇價風險 我買不起這個樓我可以不買 所以我不是鼓勵別人買樓的 我說你買不好 每個人鼓勵買樓 你要想著有一天 不知道什麼時候 有什麼情況會發生 例如弄多一單911 含樓感人傳人 弄一單沙士 你就會負資產 所以你各位買樓之前 一定要好小心 我能不能夠承受這個風險 求話要政府拿土地出來拍賣 推高樓價是必然的